央视春晚主持节目 绝对是职业生涯中最耀眼的历程碑 从1983年起 央视春晚至今已有37年的历史 在这37年的岁月场合中 涌现了一批又一批 家与户晓的主持人 董卿 朱讯 康辉 萨贝宁等等 近些年除了这些老牌的主持人备受关注外 还有一位美女主持人也深受观众喜爱 他就是继董卿之后 央视又一位当家花旦李思思 1986年李思思出生于吉林省 长春式的一个小康家庭 父亲是一位转业归来的军人 母亲是一位护士 李思思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是家里的独生女 小时候的李思思长相就已经十分出众 一张完美的瓜子脸 虽然年纪上小 但已经有了古典美人的气质 他从五岁便开始学习舞蹈 九岁时被长春电影制片场导演相忠 再一部音乐电视中 一人实演两个角色 小学毕业的他便考上了人才累累的 东北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 高一时他就在吉林电视台 主持音乐节目唱片街 而这一切风光的背后 是父母的艰辛付出和眼泪 在李思思小时候学习舞蹈的时候 母亲不顾寒冬腊月 坚持骑自行车送他去教室 但这一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次 手脚上有多少的冬装 父亲为了他更好的成长 常常是陪客户喝酒喝到土 出门办事也不舍得坐飞机 为了省钱更是在大夏天 住在没有空调的小宾馆里 好在他并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 不仅考入了北京大学 还在2005年参加了央视的挑战主持人节目 他一路过关斩将 成为了该节目历史上第一位 拔旗的女泪主 而这一年李思思才19岁 时隔一年 李思思又参加了挑战主持人的全国大赛 并一举拿下了全国季军的名字 对于李思思来说 这也成为了他的一个转折点 从此加入了央视这个大舞台 2010年李思思取得了北大新闻传播学院 硕士学位后 正式成为了央视在编主持人 先后主持了情歌赛 舞蹈世界两档节目 成功攒下了一定名气 2012年被哈文导演相中 首次担任了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舞会的主持人 而这一年他才25岁 是春晚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主持人 此后李思思连续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成为了春晚的常驻 还一度被大家认为是董卿的接班人 而在2014年 事业正在上升期发展巅峰的李思思 突然被爆出在北京包妇产生下一个男婴 已经做了妈妈 于是粉丝和观众一片哗然 李思思还没结婚 怎么有了孩子 还做了妈妈 很多网友猜测李思思的丈夫是谁 有人说他嫁给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 甚至比他的父亲还要大 事实上李思思的丈夫和自己一样是一位80后 两人在李思思上大三时亲老是介绍相持 李思思还彼此都是对方的初恋 自己很清醒在感情道路上没有走弯路 甚至作为好朋友的尼格迈蒂 更是站出来表示 她丈夫比我还年轻 其实我觉得怀孕的时候 可能你做妈妈的感觉还不那么强烈 但真的宝宝来到了这个身边 然后你现在跟他相处了已经这么久了 你会觉得当初做那个决定太明智了 是吧 我也觉得 而且我甚至后悔 我觉得生晚了 因为我和我老公是大学认识的 然后因为同样都是80后 所以很多的观点是一样的 然后但我没想到的是 就是生完宝宝之后 他的角色进入的会比我快 就我还没有意识到说已经成为妈妈了 他这个爸爸的角色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特别喜欢就每天抱着他 他儿子就来就是满地跑啊 然后跟他疯啊什么的 李思思一直在为自己的事业努力 而男友也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 2013年两人在北京低调完婚 李思思的丈夫也并不怎么露面 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网友们只知道李思思的儿子取名袁宝 而他的父亲则冠上一个袁宝爸的名称 在2017年的时候 李思思产下二儿子皮皮 而这时的他才31岁 周围的人都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现在的李思思不光家庭特别和睦 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可以说是人生赢家了 李思思之前还上了一个买题的节目 你好生活 在节目中 李思思还在众人面前大秀了一波恩爱 结结实实的算了一波众人 没接不怪我 而且可以不打是吗 你输了 要么就是洗澡 来老公 有什么要表白的吗 现在表白啊 对 那我爱你 我永远爱你老婆 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 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简直太刺激了 生过二胎后 李思思又上了两年春晚 在2020年 李思思选择回归家庭 将重心放在了孩子的教育上 如今她有着美满的思考之家 李思思希望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来 在工作上是一位女强人 生活上她是一位好妈妈 她在央视工作多年 还曾连学七年登上央视主持春晚 80后的她还年纪 希望她在主持这条道路上再创回